您的心理健康吗? 这十个可能抑郁的表现 您有几个 告诉您解决的办法 随着歌手李文的抑郁症趋势 人们对心理健康的关注度 再次空前高涨 评价一个人是否心理健康 有以下的基本标准 第一 有良好的情绪管理能力 第二 有基本的自尊和自信 第三 遇到问题时 具有应对压力 适应变化和处理困难情况的应对能力 第四 具有良好的人际关系 能够建立健康 互惠的人际关系 第五 能够适应生活中的变化和挑战 适应力和韧性都较强 第六 有明确的个人价值观 目标和意义 能够为自己的生活 找到目标和方向 第七 具备良好的心理健康意识 并能主动寻求 心理健康支持和资源 抑郁症是全球最常见的精神健康障碍之一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 全球范围内每年有超过2.64亿人患有抑郁症 美国成年人的一生 抑郁症的发生率约为16.2% 抑郁症涉及生理学 遗传学 心理学等因素 女性明显高于男性 研究表明 如果出现以下的表现 需要警惕是否存在抑郁问题 第一 持续的情绪问题 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经常感到沮丧 焦虑 恐惧 或情绪波动较大 第二 社交退缩 远离社交活动 与他人疏远 缺乏兴趣 第三 思维问题 频繁出现消极的自我评价 有自责 自卑 或者自杀的念头 第四 失眠或者睡眠问题 表现为难以入睡 频繁醒来 噩梦多 专家指出 大约80%的人 抑郁症患者存在睡眠障碍 第五 难以应对的生活压力 感到无助 无望 或者无能为力 第六 社交冲突 或者孤立 和他人关系紧张 冲突频发 或感到被孤立排斥 第七 精神不足 或缺乏动力 天天无精打采 缺乏动力和兴趣 第八 饮食和体重的变化 可以出现食欲增加 或者减少 出现体重的增加 或者明显减少的现象 第九 出现恶习或滥用物品 有可能滥用药物 酗酒 过度吸烟等 第十 身体出现问题 经常感到莫名其妙的 头痛 胃痛 全身不适等 但是无法查出病因 如果出现 抑郁等健康的问题 不要汇集记忆 要主动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 可以通过心理疗法 药物治疗等进行干预 在心理医生的指导下 建立支持系统 通过生活方式的调整 结合自我关怀 培养好 个人兴趣爱好 学会减轻压力的技巧 都能够取得很好的效果